沙磊在没有通知中方主管人员 和没有履行任何常驻记者离任手续的情况下 不辞而别 如果说他担心被新疆的民众起诉 如果他真的先信自己呢 确实没有任何造假造谣的行为 他应该去坦然的面对应诉 中国依法治国不会冤枉好人 如果他确实担心安全问题 他也完全可以报警 中方有关部门依法保障 在华外国人的安全 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但是他跑什么呢 他担心什么 害怕什么 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就是心虚 沙磊虽然没有遵守中方有关规定 履行必要的离任的手续 走了也就走了 问题是反咬一口到达一耙 不但自己咬还纠集了BBC和所谓的FCCC发声明 摆出了一副受害者的架势 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必须指出 在BBC涉华假新闻问题上 中方才是受害者 你可以不喜欢中国 但是不允许对中国肆无忌惮地造谣抹黑和攻击 如果一些西方媒体继续将意识形态凌驾于真实之上 这必将进一步加速西方媒体信誉的破产 请不吝点赞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